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感谢大家波龙参加 由南北卡商会主办的税务讲座 今天由我和康宁老师来给大家讲 房地产投资税务策略 婉转自住房豁免策略 接下来请允许我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叫敏玥 我的英文名是Pauline 我是北卡注册会计师来自于中国上海 我是会计学硕士学历 在2015年由我 康宁老师还有剑老师 我们一同创办了家喻会计师事务所 我的主攻方向是房地产投资税务资讯 收入税税务规划 商业项目投资税务规划等领域 我有多年我也有多年的私募基金 与房地产基金的管理工作经验 大家好 我是康宁 中文名黄春燕 我来自中国福州 会计学硕士学历 熟悉对冲基金金融衍生产品 精通股票公司构架 熟悉投资收入的税务规划 接下来我来介绍一下我们家喻会计师事务所 我们是一家多元化的财务咨询公司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您的财务合伙人 我们为客户提供会计 税务财务计划 投资咨询 增值咨询和业务发展等服务 我们的公司成立于2015年 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夏洛特市 我们说英语 普通话和日语 家喻会计师主要关注私有的中小型公司 及其所有者和管理团队的需求 我们专注于餐馆和房地产 我们的服务项目有 税务规划 记账 年终报税 包括个人和企业 咨询 公司税 销售税 COVID-19贷款和补助金申请等 下面是我们的免责声明 此讲座提供的信息仅供参考 您对信息的使用应自行承担风险 在任何情况下 家喻均不承担任何责任 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讲座主题 陈先生的太太是家庭主妇 在家照顾小孩 没有收入 那他们家的资产情况如下 首先他有银行存款有4万美金 然后他有一套自住房 是2014年的时候 以25万块钱的 用25万块钱在夏洛特南边买的这套房子 那这套房子目前估价是50万 那他们的贷款还有10万 其次第三个就是资产情况 是他有一套出租房 是2016年在夏洛特北边买的 他的买价也是25万 目前的估值是35万 那有贷款有12万 那他们家的这个 他们家是目前 他的理想和这个问题呢 是他们家前面看到这个照片里面 就是这个小孩 他们家有就是夫妻有三个小孩 所以他们就是小孩子多了 所以觉得地方不够住了 想要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而且学区要好一些 那其次呢是家里呢 爷爷奶奶申请到了身份 所以想搬到美国来 所以希望能够在这附近买一套房子 能够方便照顾他们 那最后呢就是说 他们夫妇也希望 多再买一两套这个出租房 作为被动收入 那我们来请 我们来请这个Pauline老师 来说一下 像陈先生这样子的情况 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好的谢谢Conny老师的这个背景介绍 是的那首先呢 我们要恭喜陈先生一家 那相信就是在座的大家 是喜欢那个投资房地产的 也感受到了这几年呢 南北卡的这个房价 这个蹭蹭蹭的往上涨 那我们也就是经历了一波 就是这个房产上升 给我们带来的财富 所以像陈先生家里面的 这些情况呢 其实还挺典型的 那我们中国人呢 也喜欢投资房地产 那这确实呢 也是在这个right track上面 那为什么 首先我们问一下 为什么喜欢投资房地产呢 房地产的特殊优势是什么呢 那房地产投资的特殊优势呢 主要有两点 一个呢是 还有个杠杆优势 leverage 还有一个呢 它是有个折旧的优势 depreciation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就为大家 就是就这两个特殊的优势 来介绍一下 首先是杠杆 杠杆呢 可能大家 就是尤其是在金融领域 从事工作的朋友都不陌生 那我用这个选 就是这里有个跟大家做个互动 有个选择题 如果你手上有四万块钱 你觉得以下哪个投资方式 带来的回报率最高 第一个选项呢 是投资一个收益率为百分之五的共同基金 第二个选项呢 是投资一套二十万的出租房 首付是四万 借款是六万 假设这个房租收入跟这个费用相互抵消了 就这里我们就是为了 就是计算简便 所以呢 我们就把房租收入这个情况不考虑 房子呢 是按照每年百分之五的比例升值 第三个选项是 前面是一样的 投资一套出租房 但是呢 那不一样的是 他每隔五年 从升值的房子中 把首付款 再做那个refinance带出来 然后再投资到一个 百分之二十的投资房中 那么你看他是每隔五年做一次 所以呢 过了 就是说他现在是过了十五年 十五年过后 大家认为哪一种投资方式的回报率最高 好的 那我就随机的点两名 观众朋友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 大家如果想要永远回答 可以把这个摄像头打开 那我就可以点了 大家也可以在圈里面留言 对 那我来看一下 赵迎清先生 赵迎清先生你在吗 你觉得是哪个选项呢 他可能不在 那我换一个 陈县县县县先生 你觉得是哪个选项呢 好的 那大家都比较害羞 大家很多人在那个 有一个朋友举手了 你可以打开你的 那个 把他unmute来回答 好吧 那就是说 没有关系 那我们就来就是揭晓答案 就是大家很多人选择了三 对 对啊 大家很多选择了三 好的 这样子里面很多人留言都选了三 对 对那对的 没有错 大家果然都是高手 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到底他的差别有多大 那这个表呢 就是分析了这三个选项 第一个第一个方式就是投这个 共同基金投在这个共同基金里面 那么15年过后呢 他这个4万块钱就涨到了8万3千157块钱 增值是4万3 那他这个15年的年平均回报率 每年是7.19% 选项二 这个4万块钱投资到一套这个出租房里面去 15年过后这套出租房的市价涨到了31万5 然后呢 他还有10万块 比如说15 还有10万块钱贷款没有还金 但他的这个净资产呢 就是31万5 他的增值呢 从4万块涨到31万5 涨了27万 所以他15年的年平均回报率是45.96% 那第三种情况就厉害了 他过了15年之后 你看他每年做一次refinance 再买一套新的房子 过了15年之后 他一共拥有4套房子了 加上最开始买的那一套 所以他就是总资产呢 变成了1.3个million 那么一般就是大概按照这个方式计算 他还有70 770K的负债 但是他的净资产呢 达到了60万 所以他的这个增值呢 达到了56万 他的年平均回报率是94.95% 所以显而易见 这个第三种选项 是这个回报率最高的 他这个基本上一年翻了 他这个增值 好的 那刚刚经过Pauline老师的分析呢 我们都能够看到这个杠杆的优势 真的是非常的明显 但是呢 这里要提醒大家 我们这里举的例子 都是一些比较理想的状态 那每年的这个房产的增值呢 增值是按照5%来假想的 那实际情况市场是有浮动的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就是市场有风险 投资是要谨慎的 那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个 投资杠杆的显著作用 那么现在还有第二点折旧的作用 请Pauline老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 好的 Cogine老师说的非常对 我们前面就是一个假设的理想状态 就是实际上呢 这个是有波动的 那第二个呢 我们来看一下 第二个投资房地产的主要优势呢 就是折旧 就是折旧这个东西呢 你去看 你去投资别的东西 它是没有的 比如说你去投资股票啊 投资基金啊 那个都没有折旧 就是唯独是投资房产 它有这个折旧这个底扣 那折旧呢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就是 现金流要流出去的 它是一个paper loss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句话 折旧的优势 就是虽然你买一套房 你贷款买的 虽然你只付了20%的首付 但是呢 你却拥有100%的折旧 这个是不是很厉害啊 那我们来看一下陈先生 前面康尼老师介绍了 陈先生呢 他在北边 在夏洛特的北边呢 有一套出租房 当时他买的时候呢 一共是花了25万块 那么其中呢 首付付了5万 借款借了20万 那我们为了简便计算 就假设这30年的贷款利息呢 是5%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税前现金流 和税后现金流 这两部分的对比 那我们可以看到 税前现金流 就是在这个30年 这个上面 这两边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 房租收入3万 常规费用6000 还款本金4300 还款利息1万多 所以两边就是现金流 都是一模一样的 9600块 那么不一样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个右边 这个房子 按照就是 Rental Residency Residency Rental Property的 27.5年的 这个折旧 它每年可以折这个9000块 那我们这里就是要注意 你在折这个 出租房的时候呢 你去得把房子的 Building 和这个地 分开 因为这个地呢 是不能被折旧的 是non-depreciable的 就Building本身 是可以 做折旧的 所以我们在计算 它这个税基的时候呢 还需要注意 不要把 就是 全部的都变成 depreciable 那个 会就是 overvalue 就是over deduct 你的这个depreciation 好 那折旧减完之后呢 其实你看 这个折旧 并不是说 我正在钱付出去了 它是一个paper loss 但是呢 它却可以帮你省税 那假设 陈先生家的这个税率 是35%的那个比例 如果没有 没有 如果他没有做折旧的话 他要付4872块钱的税费 但是呢 他做了折旧之后呢 他只要付1690块钱的税费 这样子一来呢 帮助他省了这个 3182块钱的税费 那么从这个现金流来看呢 呃 右边这边 这个3000多 加上上面的9600 他一共的总现金流呢 是达到了12000 他的这个cash on cash 的terrant达到了26%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投资房的折旧一定要做 投资房的折旧 不做呢 我们就说呢 是等于呃 这个leave the money on the table 呃 你就是说他会默认为你就是做了这 就是已经做过这个折旧 所以你仍然是需要做折旧的recapture的 所以呢 我们做如果是房东的话 呃 就是有亲提示哈 就是如果没有做折旧的 今年呃 一定要把折旧给做了 好 非常感谢Pauline老师 那呃 我我这里有几个问题想要呃 问你一下 就是 我们平时和客户交流的时候会经常被问到的问题 那我们有很多朋友呢 他呃 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 然后他也都会自己 就是现在的这个市场上市面上也很多这个呃 报税的软件也都可以呃 操作 所以他说呃 那他在报税的时候 比如说用了这个什么 turbo tax啊 他说那我在做的时候 那turbo tax也没有让我做折旧呀 那如果我没有折旧 是不是就不用做recapture 好的 谢谢康妮老师 这个问题呃 非常好 也非常典型 呃 确实现在市面上呢 有很多报税软件 呃 那你知道这个软件呢 他都是呃 根据他的这个逻辑呃 一步一步往下做的 呃 所以呢 如果你对这个报税软件没有太熟悉 有可能呢 有个地方你其实应该打勾的 然后呢 你就不知道那个地方要打勾 然后可能导致他这个折旧的这个单子呢 就没跳出来 那没跳出来之后 你也不知道呃 呃 然后你就是做那个什么alert check呀 你都过了 那你以为你这个税表呢 就呃报完了 呃 但其实呢 呃 你就是loose掉了这一块子就得抵扣了 呃 那个情况是很常见的 呃 那一般呢 如果你的这个家里的这个portfolio是比较简单的 比如说就是一两套出租房 呃 那用这些软件去申报没有问题哈 那但是如果你就是呃 做的比较就是portfolio比较大了 或者是你的portfolio的多样性比较比较多了 那我们觉得就是说你你可以就是去请一个professional来帮忙你呃 当你这个事情做到一定规模的时候你这些呃开销呢 也是呃非常有有价值的投资呃可能就是比你自己去报呃可以省下更多的税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呃是不是不take depreciation就卖的时候不用做recapture啊 答案就是我前面其实已经说过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就是你在卖房子的时候国税局就他不管你之前做没做 他都是按照你认为你已经做了处理的 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你如果折旧不做等于是leave the money on the table 所以这就一定要做 嗯好的 对那么呃经过这么一解释呢我们就是深刻了解到就是折旧的重要性 那他可以为我们省很多税而且主要的是他不用白不用是吗 那好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呃陈先生家里的例子 前面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他们家的理想他们家就是人口多了嘛 其实父母就需要来美国了 所以他们家的理想是就是就是想要就是想要买房了 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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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中了一套小户型的房子 这套房子很适合老人家住 所以他就想要买这套房子 那这套房子要价是四十万 他的首付也是百分之二十 需要付九万 那还有最后一个理想 就是希望能够再买一套出租房 那如果想要实现这几个愿望的话 彭琳老师能够为我们支个招吗 可以的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那陈先生我们也为他感到高兴 眼看着他的那些理想都快要实现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房地产投资策略 婉转自住房 那陈先生跑过来问 彭琳老师 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做到最省税 因为今天我们是个税务讲座 所以我们怎么样 就是可以帮助陈先生既实现他的理想 又可以最省税呢 好的 那我们给他支的招呢 其实他就是要做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呢 是把自住房卖掉 就他之前在南边的那套自住房卖掉 第二件事情呢 是把他在北边的那套出租房 做一个cash out refinance 那为什么说这么做最省税呢 因为这两个动作做完之后 他一共需要交的税是零 那么就是说他不需要交一分钱的税 这样就是最省税了 因为他不要交嘛 就是零嘛 零仅是最省税了 已经没有再好了 那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那么我们就针对前面说的这两条 逐项的介绍一下 首先呢 他我们是建议他把他的自住房卖掉 那么在这个cost 就是国税局的那个code里面呢 他有一个code section 121 自住房豁免 这个我叫他是这个最大的税务亏赠 最大的税务亏赠 那么其实呢 这个code section 你要满足他这个条件 也很简单 就是一个呢 是需要得就是你要拥有这个房 你租的不行 你得也要拥有这个房 并且呢 在过去的五年中住满两年 就可以就可以了 就达到了满足这个条件了 所以陈先生他们家无庸置疑是满足的 他做已经住了好多年了 那他到底可以他的豁免额度是多大呢 单身 如果是单身的话呢 可以豁免资本利得到25万 如果是夫妻合并的话 可以豁免 达到这个50万 所以他这个豁免额的力度呢 是很大的 然后我们待会会看一下陈先生的数字 康宁老师你前面要说什么 对 非常感谢康宁老师 那我们刚刚听掉了这个自住房的这个 或就豁免的利好政策 那就自住房的这个条件而言呢 这个有个问题是 就是什么是自住房呢 好的 对 就是我们今天就是 稍微展开讲一讲 就是这个Faction E21 什么是自住房 自住房就是您这个主要居住的地方 那好比您在海边有一个房 然后你在山里有个房 那去年呢 你在海边的那个房子住了八个月 在山里的那个房子里面住了四个月 那么海边的这套房子就是您的自住房了 那如果满足自住房的条件 是不是夫妻要一起住在同一个房子里面呢 不一定 不一定 这个其实也是很多人问的 就是说如果只有夫妻一方住在自住房里面 但是呢 他们夫妻是做这个Mirified Joint和并申报的 也同样可以获得这个五十万的豁免额 那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Faction E21呢 你两年才能用一次 两年才能用一次 所以说有些人就是说说 那我今年我老公把他的房子买 明年老婆卖一下 是不是一年里面可以做 两年里面可以做两次呢 不行的 两年里面只能做一次这个 那我们现在就是 我们知道这个自住房满足 在过去的五年中 住满两年的条件才可以 那如果我们只住了一年 十一个月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吗 那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比例的豁免方式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那这个情况呢 我又叫它为尴尬 就是如果只住了一年 又十一个月就卖了怎么办 那就是一个尴尬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在正常 就是一般情况下 一般情况下 这个房子呢 它就会按照投资方的情况来处理了 它是不会给你做一个比例的 不是会说你住了十一个 一年又十一个月 然后呢一共要两年 然后你把一年又十一个月 除了两年得到一个比例 那个比例再乘以一个后面额 不是不是这样的 它就是完全就是推翻了 因为你这个test不满足了 就我们前面说到了 你要满足section121 就两个条件 一个是你要拥有这套房 第二个是你要在里面 过去的五年中住满两年 两个test必须同时满足 你才可以用这个section121 所以说如果你只住了一年 又十一个月的话 你就不满足在过去的五年中 住满两年这个test 所以你就fail了 那你就不能够用这个section121的 deduction了 那换言之呢 这套虽然说是自住的 但是呢你仍然得会需要 就是说如果你是卖家 比你买家高的话 仍然是会需要交这个资本利得税的 但是呢有些特殊情况 是可以做exemption的 在一些特殊情况下 是可以获得按比例的豁免的 那比如说什么情况呢 比如说死亡 自然或人为灾害 离婚等等 这些情况是特殊的 好的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自住房是不是 就没有择救recapture了呢 这个问题也非常好 那一般情况下呢 自住房是没有择救的 但是呢 就是说这在像这里 PPT上面出现的这两个情况 比如说自住房 你在持有期间出租过 就现在不是很流行 Airbnb吗 就你本身也在里面住 然后呢你可能把另外一间房间 在什么时候出租出去 那如果你做过这个事情的话 在出租期间 take过折旧的 你要把它recapture回来 还有一个情况呢 就是说你这个出租房 申请过home office 那么做home office deduction的时候 这部分折旧呢 也要recapture回来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出售自住房是没有 折旧recapture的 但是呢 在这些情况下 仍然是会需要 做折旧的recapture 好的 那我们就来具体看一看 陈先生家 他的这一波操作 是怎么操作的 首先呢 我们提到陈先生 手上有四万块钱现金 那现在呢 还是四万 那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在这里出售自住房 那个次数房现在呢 是五十万 五十万 还剩十万块钱贷款 然后卖完之后 到手的现金是四十万 那这个四十万 是不是全额免税呢 是的 因为大家如果记得 他是满足他的自住房 毕竟他住了很多年了 所以他是满足section121 那夫妻合并的话呢 一共可以豁免 五十万的资本利得 那他就是 就是说 这四十万就是可以 全额得到豁免的 第二个事情呢 是他把他这套北边的出租房 做了一个cash out refinance cash out refinance 那大家知道 cash out refinance 这个动作本身就是一个 non-taxable activity non-taxable activity 所以说他 减去他的贷款 到手是四万二 这笔钱呢 也是全额免税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陈先生做了这两件事 但是他没有什么 就是tax consequences on这两个transaction 好那这样一来呢 陈先生的手上就有了 足够的这个资金 去实现他的理想了 他手上就有了 五十八万两千五百块 好那我们看看 陈先生怎么用这笔钱呢 首先他就去那个wax hall 买了那个他很喜欢的 那个自住房 总价是八十五万 银行贷款 首付是十七万 那五十八万用掉十七万 然后呢又帮老人买了 那套他们很喜欢的老人房 首付是九万 剩余的两笔 都是通过银行贷款做的 那这样子一来呢 理想一和理想二都实现了 但是手上呢 还是有很多现金 有三十二万两千五百块钱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三十二万两千五百块 这三十二万的现金 可以怎么利用呢 那大家还记得 这个陈先生的第三个理想 就是想要再买两套出租房 因为他很喜欢 他这个passive income 他想要多一些 那么大家知道 这个原来的出租房呢 虽然做了refinance 但还是陈先生的 对吧 他没有卖掉 他还是陈先生的 所以原来的出租房呢 还在 那做完这个refinance之后呢 他这个净资产 还剩这个八万七八万七千五百块 然后呢 这里呢有两个房子 出租房一和出租房二 一个是三十二万 一个是二十四万 那大家知道 就现在买房子竞争很激烈 有的时候 你如果是要贷款买的话呢 你的竞争力 可能拼不过人家现金杂的 所以呢 现在呢 我们有三十二万的钱 就是可以给陈先生 多一点的这个 就是play around的这个cushion 所以说如果比如说 看这个出租房二 他就得去现金砸一下 他才可以买到 那么他就二十四万出去了 那么如果还剩 还有就是还剩个八万块钱 他运气比较好的话 可能可以再买一套贷款了 那这样一来呢 陈先生的三个理想呢 就都实现了 那我们来对比一下陈先生操作前和操作后的改变 操作前 他的总资产是八十九万 总负债是二十二万 净资产是六十七万 那个时候呢 他拥有两套房 一套自住 一套出租 操作后 陈先生的总资产达到了两点二个米连 总负债达到了一点五个米连 净资产还是六十七万不变 但是呢 他的房产数从两个增加到了五个 那大家觉得陈先生这波操作是不是很不错呢 潘尼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对 陈先生家的这个情况呢 就是 这是要根据大家的自己的这个承受能力 大家如果觉得就是 能够承受这些 就是负债的话 那可以这么操作 但是这么一操作 你的资产肯定是比之前多很多 所以这个还是看个人的承受能力来决定的 那 除了这个 这个就是 讲到这个情况之外呢 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是讲这个王状自住房这个豁免策略 那 潘尼老师有没有更好的 或者是其他的方法 来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 好的 没有问题 那我们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高级操作 不好意思 我今天咳嗽有点厉害 这个高级操作呢 叫这个Living Flip 那这个女生呢 显然不是陈先生了 陈先生一家 是 她是在银行里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女生做一件什么事情呢 她的左边 这道房就是破破烂烂的 然后你看到屋顶也有个洞 就是她呢 在市场上面把这套房子 就是这套破破烂烂的房子 以比较低的价钱买回来 我们就是又叫这些property 为distressed property distressed property 然后呢 这个女生呢 她就是很拼啊 很拼 她买回来之后 她就住在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呢 她就自己动手 把这个房子改造成 那个右向右边那样 房底也修好了 那个屋子外面也涂了油漆啊 还种了那个绿植 变得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房子 然后呢 她再把这个房子呢 卖出去 就是一个比较高的价钱 一个市场价卖出去 那么就是这个女生在里面住的 就是要她要在里面住满两年 她要在里面住满两年 那么她住满两年之后呢 把这个房子卖掉 她就可以享受那个section121的这个 货免了 然后呢 她就再去买下一个property 买下一个distressed property 再搬进去 然后呢 再重复同样的动作 两年后呢 再把这个房子卖掉 那这样就是 他们这样这样子一个群体呢 就是两年要搬一次家 那就是虽然说她这样呢 好处是她可以无缝衔接 就是每一个section121 这个两年时间都不 都扫不浪费 那每一次卖这个房子都 不会产生任何的capital gain 但是呢 她就是一直要搬家 那我不知道康宁老师 你是怎么样的 但是我觉得我可能是不行的 两年搬一次家 我觉得我吃不消 对 这个也是要因人而异的 因为就是看大家就是 是否愿意承受这个 一直搬家的这个艰辛啊 所以说 投资的方法还是很多的 大家有什么样 就是适合大家的 大家还是要 人者见人 自者见智 那在座的这些 在座的各位这个朋友呢 可能都在房地产投资领域呢 已经有一定的涉足 那也可能有更多 多样化的这个投资分布 那么如果您希望 知道陈先生一家的策略 是否也适合您的情况 或者是否有别的税务策略 能够更好的为您实现目标 也欢迎您私下和这个 陈林老师预约一个 这个税务咨询 好的 那这个是我们的联系方式 大家可以很快的拍个照片 或者是做个截图 那我们重点介绍一下 大家不知道有时间拍了没有 大家拍赶紧 拍一下 那现在呢 我们看一下就是 我有一个这么样的一个 免费的30分钟的咨询 那要进去呢 有两个方法 一个就是进这个 Calendly Link 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 我现在很快跟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我来退出 退出一下我的这个PPT Google这个JY text JY就是家喻两个 家喻的这个首字母 然后你就会看到 这是我们的这个网站 这个家喻会计师事务 点进去 然后呢 右上角这里有个Book Now Book Now 点一下 然后Book Now 好 这就是我了 那我现在呢 做这个免费咨询呢 是想要主要的目的呢 是想要这个回馈community 并不是说你过来找我咨询 就一定要我在我这边 买东西mail的 就是纯粹是想要可以一个 能够帮助大家的这个intention 那我现在take这个是每个礼拜二到礼拜四 下午两点半到五点这个时间段 是做这个consulting的 那欢迎大家呢 过来找我预约 另外呢 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resource 就是我们经常被问的 其实这里有几个这个视频都是免费的 大家欢迎大家可以看 像这个出租房该放在自己名下 还是公司名下经常被问到 还有就是 现在是快税季了吗 费用和立体扣是不可或缺的材料 这个大家就是尤其是房东 或者是自己有business的 我建议大家看一看 这个是也是之前夏天的时候 我和康尼老师一起做的一个讲座 那我们其实也有一些自己的讲座 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要订阅我们的讲座的话呢 我们是在这里可以订阅我们的这个 在home page最下面 然后放上你的这个邮箱地址 然后follow他这个instruction就可以了 好的那我现在enshare一下我的screen 好的非常感谢Pauline老师的那个分享 那接下来是这个回答问题的环节 我刚刚呢在这个在讲座的期间呢 有把这个大家问的问题呢 都已经就是就是汇总了一下 那我会按照这个顺序来 如果有一两个问题 如果我没有capture到的话 希望大家到时候可以再提问一下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个 他说是前面的问题 就是说投资房的贷款利息 也可以做itemized deduction 好的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一般呢这样不合算啊 这样不合算 投资房的贷款利息呢 我们一般就是放在scheduleE里面 跟你的这个投资的收入相抵扣了 因为你放在itemized里面 你很有可能有这个风险是你用不上 对吧 刚才那个朱明君 朱开机师也有 对也有提到 有提到这个itemized和standard deduction的 那个区别 所以出租房的利息 还是可以放在那个scheduleE里面 和你的出租房的那个利润相抵的 对一般这个itemized上面呢 像朱会计师前面提到的是 一般是自住房 或者是你的second home 的利息 是放在scheduleA的itemized里面抵扣的 但是呢如果你是出租房的话 你的利息是放在 跟这个出租房scheduleE 跟你的出租房的房租收入 那个地方相抵扣的 而不是在itemized里面做的 接下来的问题是 how do you find the land value 就是地的这个价值 你是怎么找的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那一般呢我们先去 我们是会先去 如果我们去处理的话 我们先是会去问你要那个 你当时买过来的那个房 那个hud或者是clothing statement 然后呢我们会去 那个property record 一般是在那个county 可以查到你这个property record 然后我们会根据那个比例 比如说你在那个property record上面说 你比如说这个房子 apprease value是10万 然后呢你的地占5万 building占5万 那么我们就会apply一个 一样的percentage 到你这个房子的买入价里面 来就是在最就是刚开始第一次 first time in service的时候 确定这个房子的base 还有这个land base 好的那接下来的问题是 国内的公司房如何择救 好的这个问题也很好啊 呃这个呃概念 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哈 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国内的也好 美国的也好 就是首先我们要找到这个房子的 这个税基 那么大家知道中国的房产呢 就是说呃你是不拥有 呃你是一般就是说只只拥有使用权 那我们就是把当时就是说你当时多少钱买的这个房子 呃那就地是 是不归你的 就是中国房子的地是不包括在你买买买过来这个房子里面的 你只是买了这个房子的使用权而已 所以说我们这个呃就是这个房子的这个折旧呢 就一般就是根据你当时多少钱买过来的那个房子做呃就是 他的使用权是呃就是说买多少钱然后做这个折旧 然后折换成美金呃做这个比例 嗯好的 那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自住房有折旧吗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呃自住房是你自己住的房子 他是不呃他是一般情况下是不能不折旧的 除非你在这个呃就是说这个自住的过程中 你有可能有出租过或者是做一个home office的话 那是可以折旧对 彭琳老师有什么要补充了吗 彭琳老师回答的非常好 好的好的 ok呃那我接下来呃就是接下来问了那这个what is criteria to be called second home self leave 啊好的 呃呃这个从税务的角度啊就是说从税务的角度啊就是说从税务的角度就像前面就是猪会计是提到的呃一般呢就是说你你在 itemized deduction上面做呃你的 primary home 和 second home 的 interest 的这个 deduction 那什么样叫 second home 呢就是说比如说你你在下落特有套房子但是呢你喜欢去海边 比如说你喜欢去呃那个什么海边什么 ocean isle beach 比如说你在那个 beach 旁边也有一个房子 嗯那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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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一年去个两次呃呃呃但是呢你这个房子呢并没有呃出租出去就是那边自己住的那那个就是你的 second home 就fake a home呢 你要过去住 呃才算 就是不能够全年出租出去 那就算你的rental home 呃那希望这个可以回答到 这位朋友 啊Jeff 嗯好的那 接下来这个问题 呃不知道跟这个 我们房地产有这个讲座有没有关系 但是也是一个问题 我们也问一下 他说可以介绍一下中国的5000免税 免税资格吗 刚才我好像看到这个poppy 我们的poppy就呃有有回答了一下 这个关于5000块免税资格的 这个应该是呃中国和美国的一个treaty 是吗 是的呃对非常感谢poppy 呃这个treaty就是说 一般你这个免税是针对 比如说是来中国来 中国来美国读书的 比如说f1呀学生呀 呃还有可能是有一些呃 什么圈什么呃 交换的老师之类的 一万签证的那个访问学者 对访问学者 对呃对那个呃就是是是有这么 哎呃 助呃 那个助理机 啊学生 对就是学生签证如果你就是f1找到工作之后 呃只要你是f1签证即使过了五年 你用1040报税你还是可以享有这个5000的treaty 还是可以的 然后呢就是说对于其他的a呃g1 g1签证的话一般前两年是免税的第三年的时候 那个也是变成了resident alien就是用1040报 保税这个时候就是说g1的这个treaty是36个月就是说可以累积到36个月 就是说只要你没有用完你也可以在1040表上去claim 所以这个他也是呃就是不同的treaty就是g1和f1是不一样的 f1是只有5000就是你可以只要你持有f1签证在这边那个上学或者工作 一般是工作的时候可能会遇到这个可能就是用到这个减免 嗯 这个是这个是就是说也只能是中国来的学生和中国来的访问学者 如果你持的这个呃签证啊或者是从其他的地方可能就是没有这个treaty 是的这个treaty呢每个国家都有一个就是嗯要去看具体的情况 ok下面这个问题是呃说需要什么证需要什么材料可以证明他你住了两年 呃就是说就是这个呢呃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证明的比如说你的水电费啊你的mortgage啊 你呃对吧就是水电费账单啊hoa啊等等都可以证明那就是平时你在报税的时候呢 你并不是呃就是说那个时候就是需要去证明那除非你被查到审计了他要求你提供这个证明材料来证明你在里面确实住了两年 那你他可能会要求就看他到时候呃需要你提供一些什么材料那我们就呃根据他的要求提交材料 嗯好的那呃解释一下什么叫recapture呃recapture就是呃呃呃大家知道那个折旧嘛折旧就是就是就是paper loss 不是真的你把钱花出去了所以说他就是这个好比就是说叫怎么说呢就是time value of money吧你前两年把这个折旧take了那你如果卖掉这个房子的时候呢你就要需要做这个折旧的recapture那这个recapture一般这个rate 是你的这个marginal tax rateup to 25%up to 25% 我希望可以有回答这位朋友啊好吧那呃接下来就是我有一套出租房7月份做热finance应该是refinance refinanceok好cash out 25万本来想买一套继续投资但是没有买到cash out这部分的钱需要调税吗 不用的啊不用的啊不用的cash out refinance是一个non taxable activity不用缴税 因为你是呃借钱嘛借钱就不需要缴税对它是一个non taxable activity就是cash out refinance是借钱不是卖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taxable activity ok好呃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说国内的投资房很多年前买的没有发票现在要卖 如何算成本这个户口部啊是房产证有吗房产证上面也会有这个呃就是你当时多少钱买的那个呃记录的房产证上面是有的那你要卖的话你得有房产证才可以卖 所以只可以看一下这个房产证嗯好的啊接下来嗯接下来说这接下来这个问题这接下来这个问题呃可能是一个疑问他说就是针对我们这个讲座的那个陈先生他是他收入12万能带出一一一百二十五万的房子吗 还要买出租房他能带得出来吗就是呃好像不太可能 呃呃你如果有这个心的话是有这个希望的啊呃呃就是说呃现在外面有很多呃lander是不一样的 有些lander他要看你的收入有些lander是不看收入的他纯粹是看你这个房子是不是make呃positive cash flow他纯粹是做给你做portfolio loan呃不是说呃就是你的income loan他是要看你的房子是debt呃要看你的debt to equity ratio的呃呃那一般呢如果是看income的这种贷款呢你可以最多带十个 最多带十个是可以做的在这个residential loan是可以做最多做到十个的但是你要再往上呢就不行了你可能要做commercial loan或者是做portfolio loan那个就是说只要有这个啊呃就是说什么心有多大人有多大胆币有多大产是有可能的是可以实现的啊是可以实现的呃这个问题就是说呃只有你想不到的只有你对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 只要你敢想敢做都是有可能的everything is possible 对everything is possible 对那好呃呃呃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陈先生cash out refinancing那套房子的closing cost和利息报税的时候在哪一套房子里减在哪一套房子里减税 陈先生cash out refinance那套房子的closing cost和利息 报税报税的时候在哪一套房子里那就是陈先生做哪套那个出租房里面吗在他是出租房子的他是把自租房卖了然后呢他的出租房做了cash out refinance 然后就是在他的这个出租房里面做呃见面的嗯好的那呃接下来这个问题是说放在llc的房子想要卖掉能够用121这个吗 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一般你放到把房子放到llc里面去的话你之所以他是一个llc他的目的就是要分离你的个人资产和公司资产 所以你要成立一个llc把它就是隔断这样的话你万一有什么regal liability的话呃就是比如说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你的呃tinent在你的房子里面摔跤了然后他就告你但是呢保险又不够赔那么剩下的钱呢就要呃从这个llc出但是呢呃如果你有个llc的话呢你个人明显的资产 比如说你个人的车子啊个人的银行账户呀个人的就是自住房呀是不会受到波及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个llc来隔断这个liability 那如果你把自住房移到llc里面去的话你就不能够用section121了因为你这个就解释不通了因为他变成了你的一个business property而不是你的这个personal property 所以不要这么做啊不要这么做啊嗯好的呃接下来的问题是请问这个朱明君这个呃呃呃会计师的他说呃请问这个handymanhandyman做自住房呃修自住房装修改造支票支付给他几千的劳务费呃1月31号前需要填写1099表但是handyman不配合怎么办最后后果是什么 看一下啊嗯嗯就是说他呃呃这个handyman想要给这个handyman出这个1099但是他们可能不提供w9 那就是说那现在这个这个很难弄就是说你最开始后的签合动的签服活动的时候你就应该跟他要w9就要他的信息到后面再要信息的话那他不想报税那你就要不了了 所以这些事情你要做在前面做到后面的话这个呃呃可能给你一个best solution 不然你们你那个有没有比较好的建议 对我我我非常同意这个朱会计师说的啊呃呃那现在就是这个情况呢还挺普遍的呃就是我们也收到过很多这样类似的这个疑问哈 那像朱呃朱会计师说的那个就是无疑是一个就是best solution 就说你要先问他要w9 你再付钱那就是现在你想这些handyman有些呢他们只收现金对吧 那他们为什么只收现金呢他们就是喜欢就是就是不要报税嘛那你想到如果最后你这个真的被查到的话最后最后倒霉的人是谁呢 对不对那个不可能是那个handymanhandyman就已经消失了已经disappear了找也找不着人了那最后隔税局找到的人还就是你这个房东嘛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一再强调的这个documentation啊呃那这个1099呃就是1月31号的之前现在也还没几天了大家如果需要出的话要呃抓紧抓紧弄一下 对所以就是说如果是出租房的话你有这么大的这个修理的费用你付对方钱的时候你要先给了w9 不然否则的话真的到后面的话他不给你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如果尤其是付了现金你要是那个支票的话你还可以扩现金的话 哎这个没办法说 那那会有个问题就是后果是什么后果是被发行 他比如说他报道他的税表里明确那个然后呢又突然因为某种原因你被rc auditaudit之后呢你又拿不出来document 那你只能把这个费用从里面摘人莫文然后你补该交的税补该交的罚款 没错没错 好的好的所以是很痛的 对这个就是说很难吧 对啊 哎呃或者你说你说你多付给他一千块钱让他给你一个1099看他做不做 好吧 嗯那呃就是说我们要就是长个心眼就是以后呃有做修理什么的我们都要先collect一下information 就是w9是一个collect对方这个呃social security或者是i10的information的一个一个表格 所以大家呃一定要就是把这个表格放在心上 嗯而且就是w9上面也不是每个人你都要出1099的 如果他是s corporation或者c corporation的话你是不用给他出1099的但是除了这两种情况以外别的呢你都是得出1099的 尤其是你如果成立了llc的话呢 嗯这个国税局对那个这个business owner他的这个呃就是你只要一年付给这个人的钱超过600块呃你就有这个obligation 要出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忽视了这些这些细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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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